马荣和王宝强之间的纠葛 相信各位看官早就看了七七八八 那么马荣出轨前 王宝强给他花了多少钱呢 就豪车这方面就不少了 看过之后网友纷纷表示 不懂得珍惜 王宝强和马荣这对夫妻 本就是男主内女主外的标配 奈何马荣后继出轨了经纪人 两人的婚姻也因此破裂 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 王宝强送给马荣的两款豪车 个个都是厉害的主 王宝强送给马荣的第一辆豪车 是马沙拉DJT 这辆车作为马荣圣儿子的礼物送给他的 这款车的价格方面当时有250多万 是一辆实打实的豪车 外观方面 马沙拉DJT是一款豪华跑车 前面霸气的外观让他圈了不少粉丝 他将力量感与优雅气质结合为一体 外观看上去非常有魅力 这款车的线条流畅 细节精美 流线设计让他在奔驰的时候 空气阻力更强 马沙拉D搭载的是4.2升V8发动机 最高达到405马力 动力表现非常不错 它匹配6档手速一体变速箱 手动自动都可以体验到驾驶的快感 宝宝送给马荣的第二辆车 就是法拉D458 这辆车的价格是500多万 是前车马沙拉D的两倍 由此看出宝宝对自己的老婆还是很体贴的 这款车的外形比较帅 正红色的外观看起来非常精神 同时这款车是最后一款 采用自吸发动机的老车型 但是它的动力表现并不俗 它搭载4.5升V8自吸发动机 百公里加速只需要3秒 尽管自吸发动机 这个动力表现还真不是吹的 也不难看出宝宝是真爱马荣啊 看完王宝强送给马荣的豪车之后 很多网友都真心觉得 马荣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活 不过作为车迷 我们关注一下车就行了 别人的生活自有他们的生活之道 这款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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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车的车的车的车